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鸡齐舞 文鸡齐舞讲的是一个故事 祖替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思想 为了保卫国家努力锻炼身体 半夜一听到鸡叫就起床练舞 刻苦锻炼 所以文鸡齐舞的意思是听到鸡叫就起来锻炼身体 后来比喻有智豹国的人 例如他每天五点就起床锻炼身体 不管刮风下雨 这种文鸡齐舞的精神太让人佩服了 第二幅话讲的是早必偷光 早必偷光讲的是宽衡 早穿墙壁 借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 后来形容家贫而读书刻苦的学习 例如 例如大家被他早必偷光的学习精神感动了 帮助他顺利申请到了奖学金 第三幅图和第四幅图讲的是一个常语 旋梁刺鼓 头旋梁追刺鼓 讲的都是费勤忘食的刻苦学习 非常的努力 旋梁指的是孙静 用绳子把头发和房梁绑住 让自己因为疼痛而清醒 起来继续读书 刺鼓讲的是苏勤 读书读到深夜 如果困了就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 疼痛感会使他清醒起来 有精神继续读书 你有这样的学习精神吗 例如 习末考试就要到了 我决心学习古人全梁刺鼓的精神 认真准备 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的意思是 只要你打开收看 就会有收获 读书总是有好处的 例如 不管你看的是轻松的小说 还是深刻的专业书 开卷有益 看书一定会带给你愉悦 废寝忘食 从这个成语上 你可能可以看到 请和睡觉有关 食和吃饭有关 废寝忘食是什么意思呢 是 顾不得睡觉 忘记了吃饭 形容专心努力的工作或者学习 例如 他是一个工作狂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他废寝忘食的工作了一个多月了 硬增上渠 一条河有上游中游和下游 上游中游下游也可以指代不同的水平 上游是最高的水平 力争上游比喻的是努力争取的有利形式 例如,在学习与工作上 我们都应该力争上游 努力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 争分夺秒 分和秒指的是时间 那么争分夺秒指的是 一分一秒也不能放过 形容充分利用时间 例如,每天我时间最紧张的时候 不是上班的时候 而是从早上起床到走进办公室的这段时间 真的是争分夺秒 笨鸟先飞 什么样的鸟会先飞起来呢? 笨鸟 笨鸟先飞指的是飞得慢的鸟要先行动 比喻做事情慢 能力差的人 怕落后就要比别人先走一步 一般是比较谦虚的说法 例如,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优秀 只不过是笨鸟先飞 勤学好问 勤学好问指的是 勤奋学习 不懂就问 例如,他勤学好问 一遇到不明白的问题 就问老师 问同学 所以进步很快 勤学而不厌 勤指的是厌倦 学而不厌 说的是学习没有厌倦的时候 非常好学 例如,他每个月都坚持读两本书 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 让他成为了一个活学的人 悬梁刺骨 鑿壁偷光 这些都是中国古人 努力学习的小故事 在你的国家 有什么关于学习的故事呢? 你的身边 有没有争分夺秒 勤奋好问 力章上游的人呢? 如果有 请你用这些成语 表扬一下他吧 谢谢你和我一起学习 今天有关学习的成语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